Ending 淘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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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別的嗎?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師傅剛剛有講到修行人 的 就比如說 一個修行人他應該 常常都会是好好好事事事 那如果说在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参数 就是说比如说遇到一些鲁莽的行为 自私的行为或者是待遇的行为的时候 那他一样也会是好好好事事事吗 他不会有一个固定答案 法非定法 因病与要随方解夫的问题 所以他绝对不配是你们想像一个样子都好好好事事事 好好好事事事对对对是理则 不是一个行为模式 懂意思吗 那异于这个理则他的行为模式是多端的 能变化多端的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态度 跟行为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问题是你那个该罗的判断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智慧从何而来定性的功夫 亲近心生智慧 所以一个人只要没有这个亲近心 他永远不知道一个修行人是怎样 那他可能异于他的机缘 也曾经接触过某些修行人的某个片面的样子 他就会如什么 蝦子摸象 他把这个片面代表了他的全面 蝦子摸象啊 摸到他的脚啊 大象是柱子 很粗嘛 摸到皮肤 大象是那个夯土墙 皮肤很粗糙嘛 对吗 不对的 每一个修行人在他当下的时空 我指的是有修到位的这种 他有应对 他在他的当下时空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印机的 机缘 什么机他就印什么 懂意思吗 所以他不会固定一个样子 固定一个样子那就修养 那不叫修行 对不对 什么叫修养 我请问你们 好脾气的样子叫修养 还是坏脾气 你们不是假设 我马上可以答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样子 对不对 这叫修养 这不叫修行 好现在我在问题 好脾气叫修行 还是坏脾气 很挣扎 很挣扎 对不对 那修行到底是什么 修行到最无相 我相 我常常误解修行 因为你们在读书的领域 学术的领域 然后你看到的是一种 人跟人对待的一种外在的 淪常的领域 对不对 那些人看到的修 你们认知的修行的样子 都是修养 那都不叫修行 修行人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该骂你就要骂你 这是一个修行人 不该骂你 骂你 他是神经病 懂吧 不该骂你他就不会骂你 该骂你他就要骂你 曲解都在那个该不该 所以我刚讲的 你没有智慧 你无法判断该不该 对 就像我刚前面绿龙的例子 对不对 不是修行人就很简单 就不用像我这样 拉哩拉扎讲一堆 那修行人也应该不用 拉哩拉扎讲这么一堆 因为面对你们 本来可以一两句就讲完了 因为面对你们可不懂 所以变成要拉哩拉扎讲一堆 好我这时候拿个比喻 讲一两句解决一个问题 是修行人还是拉哩拉扎讲一堆 才做个结束 ending 才叫修行人这两个 你没办法这样讲的 对不对 那就是要看 学习者 接收者 他的根气是什么 他的理解度到哪里 一个修行人如果对象 他理解度很高 他一两句就可以理解 他就不会讲三四句 如果对象他要讲一篇论述才能理解 他就不可能跟他一两句解决 懂意思吗 所以一两句跟一篇论述 有没有不一样 这叫形式 他会是不一样的 那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不该 要关系对象 知不知道 懂吗 所以有的人 外表就真的 是是是是好好好 对对对 都好 都好 修行人 一转眼 另外一个 来问他 打下去了 你会不会 你要是第三者看到 嗯 修行人怎么这样子 刚刚不是好好先生怎么 一回头 他的弟子问问题 一巴掌下去 你如果看待 要我看待 我就赶快跑去追这个修行人 拜他做师傅 对不对 真修行人 修行人不会存在 为了他的面子 建构一种假象 一种假象一直在建构 不会等 他是不是为了他的生命的存在的正确功能而发展 懂吗 所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我昨天 好像类似讲到一个例子这样子 不知道谁问我一个问题 我有点忘记 我就回答 说 不是修行的方式就是 哎呀 你这样的看待啊 实在是太有爱心了 对不对 应该这样 对不对 做人就是要这样 这叫古书人的模式 对方也听了好高兴 对不对 我假设他不叫我师傅 我一定这样回答 对 偏偏他叫我师傅 所以我必须回答 屁 讲那什么 什么话 两个答案啊 讲屁好听还是 哎呀你这样心量很大 哪一个好听 你们没有修过型的人 你们绝对选择第一个 对不对 哎呀你这样怎么样 那个叫做修行人 做师傅应该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那 居然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这样助长他的傲慢 助长他的优越感 对他的生命生活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会让他堕落啊 懂吗 很多人来 又来 当然我是很少这种机会 我是看到很多现象 很多法师供养上去 哎呀 讲得无量 管越多是讲得越多 你这大师组合很简单 未来一定做天赢 不是你现在这样而已 师傅还有第二包 第三包 有一年 有一个 你们同餐 某一年教师节开车载我 然后要去教师节现场 回来的路程 去了嘛 结束又回来 那在车三问我 师傅 师傅 以前我爸爸都会 他们都会请你吃饭 这样有没有功德啊 一点功德都没有 没有功德 至此 我这样没有接受过 没有听闻过 没有接到这一家人 传简讯来说要请我吃饭 以前 每一年都请几次 固定时间 因为我帮他们家解决很多事情 请我 自从我讲说 一点功德都没有啊 至那一天起 到今天为止 那一天是在 2014年 2014还是2013年 宁静远 官室的第一年 到现在 再也从来没有吃过他们家的饭 就这样 后来讲 真笨 我应该学习那一种 后宫店无量喔 我就燕窩鱼吃沙尾 一直吃五百啊 好不好 这样子 懂意思吗 那你选择你要做个修行人 他是有修养的人而已 但我不是否定修养 你要听清楚 有修养不一定能了生死出三间 有修行绝对可以 可是有修行的样子 你不能设定 懂吗 因为这个有修行的人 存在这个人世间 他应对太多不同机缘 有什么机缘 他就应该是哪个样子出来 懂吗 所以常常我只能跟你们说 哎呀你的人间就是 生活就是是是好好的 对对对就好了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没有修行 没有修行这是保险牌 你懂吗 有修行你有智慧 该不好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好好好 你照无量无边夜啊 可是没有修行的人 不要结仇 因为你没有清静心 会仿佛你会照夜 有修行到位的人 他超越了这个夜数 对不对 所以他对一个人发脾气是帮他 他不着心 所以他没夜 你不能把两个境界错在一起 懂意思吗 我这样讲 你了不了解你提问的问题 所以以前很多修行人都被抓去关 对不对 修行长老人被关好几次 你说修行人怎么会被关 好死不死就是他有修行 他要没修行就不会被抓去关 很奇怪哦 慢慢自己去体会这种 懂吗 现在还有别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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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风筹 您的风筹 您有机会 您怎么办 您的风筹